我老公总说我什么家务都不干 可我是干了在他眼里却总是看不见我的好 他从来没有自己的主见 我们和他们的父母住在一起 不论对错 他从来只知道听父母的 生二胎 好歹也听一下我的意见吧 掌声有请这对夫妻有请 男嘉宾陶先生 32岁来自江苏金融经理 来有请陶先生 有请 女嘉宾陶女士30岁 同样来自江苏 自由职业 有请陶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 结婚六年 六年 对 有一个娃 一个娃 多大了 四岁 四岁啊 今天是因为要生不生二娃来这儿的是吧 对 谁要生 谁不要生呢 就是我爸妈她非得想要生个娃 然后呢我媳妇她就不乐意生 那你呢 那你呢 我呢其实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是跟我父母住在一起的 然后呢我媳妇比较贤惠 闲在家里什么都不会 好多活都是我爸妈干的 那再生一个呗也无所谓啊 好好好 听明白了啊 是充满了抱怨 反正也不需要你带 只是让你生嘛 是这意思吧 对 你们俩这个问题 你们俩商量过吗 商量过 要还是不要 我要 他瞎说 瞎说啊 他不要的是吧 我们俩是这样子的 他爸妈呢是想要孩子的 但是我们两个人是在私底下里面 一起达成过共识 商量过的 我们呢是目前的话是 我也是看他工作也比较累嘛 如果再生一个孩子的话 再生一个二胎 根本就带不过来 而且的话 我们两个说实话 他跟我说过 他不想 目前不想要二胎 我们两个商量出来的是呢 再过个几年 反正目前是不想要 现在不正好国家政策允许吗 而且还不要你带 谁带 我爸妈带 老大也是他们带的吧 老大是 也是吧 听出来了 老大也是 所以你会觉得没什么影响 是吧 就为这事吵啊 他脾气也不好 我 我媳妇脾气可能从小就浇灌吧 被他父母浇灌的 整天在我家就对着我爸妈 大呼大叫的 然后的话 我现在一下班 我就感觉浑身难受 为啥 一回家就听见他们在吵 我就很郁闷 然后公司一拍我出差 我就感觉很轻松 啊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你说到感受 我还真的感受到了 你每天一回家 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跟爸妈 去跟孩子打招呼 这我能理解 毕竟是你父母 也是孩子 但是你好歹也照顾一下我的感受 理一下我吧 我跟你打招呼 你也从来基本上不太会理我 你把我放在眼里一下行吗 合着你这样整天出去忙 你是在找借口吗 我这么辛苦的工作 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 他会跟你父母吵架什么 对 这可不好啊 姑娘 真吵啊 也不是说真吵 可能在他眼里也觉得吵了吧 我可能自己 我确实觉得我脾气可能是有点不好 但是也没有像他说的那么严重 说一天到晚吵 我自己认为我自己还是挺孝顺的 好好好 就像上一次 正好我住宅 他跟我一起出去 然后呢 我爸妈就给我孩子吃了点海鲜 结果呢 就孩子过敏嘛 然后就去医院了 结果他第二天就 就对着我爸妈大吼大叫 没有大吼大叫吧 我就是语气重了一点 就是因为那件事情 我爸还把我冲骂了一顿 说什么自从我 自从我娶了媳妇 就再也不听爸妈的话了 就全天媳妇的 好好好 行 我再问问 你跟他父母的关系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啊 父母对你好吗 挺好 为什么要跟你父母住呢 我们的房子刚买下来 现在还没装修 好 接下来我就问了啊 咱们今天先生的意思是来讨论 要不要二胎的 对不对 妻子的意思是再过几年再要 就你觉得现在要孩子不成熟的原因 或者叫条件是什么 哪些条件没具备 你觉得不适合再要第二个孩子 首先一点吧 就是我觉得目前我的孩子 也快上幼儿园了 等他完全上了幼儿园以后 就是再成熟一点 不需要他奶奶再操心的时候 而且目前的话 他现在在外面工作那么忙 说实话 我很欣赏他 他在外面工作那么忙 根本就没办法 让孩子的教育 还有各方面问题 理清楚 说到教育的问题 我老 我孩子 是女儿 四岁不到 结果呢 我老婆 她非得让她去学什么 学什么武术 学什么跆拳道 我觉得 小女孩嘛 多么温柔 多么可爱 你让她学个舞蹈不行吗 去学学琴棋俗话也可以啊 去什么 去学什么武术 学武术怎么了 你以为现在是古代吗 古代的女孩子 学个琴棋俗话 是很正常的吧 但是现在是21世纪 女孩子学个武术 跆拳道 我想大家都觉得 很正常吧 刚才你说要调整 她跟女儿之间的 这个关系 对吧 孩子的关系 这个关系指的是 什么样的关系 你说心疼她 我理解 挣钱太辛苦了 不想要二胎 还要调整 跟孩子的关系 你跟女儿的关系好吗 以前不太好 以前确实比较忙 然后现在我团队 也建立公司 工作上面 也不太要我操心 就每天就在家 多陪陪她 好 可以陪伴女儿了 对吧 所以你的意思是让他们 再促进一下 他们的这个情感 稳定一下 然后再要第二个孩子 是这意思吧 对 我们平时的话 就是一般性 基本上都是 是我跟我婆婆 带孩子带得多 她就是很少能够 兼顾到孩子 所以像比方说 孩子睡觉啊 就是吃奶之类的 还有一些 叫孩子念书方面的 我都尽量地创造机会 去让她跟我的孩子 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去 一起去共处 一起去连接一下感情 这就是老二 是你想要还是 你父母一叙道 你觉得不要对不住父母啊 本来呢 我其实对于孩子 剩一个就够了 然后呢 反正就是每天有人 在我耳边唠唠嘛 就是包括我爸妈 包括他爸妈 包括我朋友 我好多朋友 都有已经有二胎了嘛 我说这个 生一个也确实挺好 要不我们就生一个呗 你自己其实也没往多想 是吧 对 因为老大 我估计你带的也少 现在 那孩子怎么过来的 你也没吃什么苦 是吧 对 所以你觉得 再生一个也就再生一个 也无所谓 你也不觉得说 给他有负担 给家里面有负担 反正你们要要 我们就给你们生一个 是这意思吧 是还是不是吧 咱们坦率地说是 所以对你来说 生孩子这件事情 很轻松嘛 对不对 有那么大的一个 后勤系统支持 对吧 有管生的 有管养的 这个当然好了 然后再唠一个孩子 对吧 这谁都想要 这这么好的事 那个除了这个 你们还有别的吗 除了孩子之争之外 你们感情好吗 说实话 我们其实平时 感情非常好 主要就是因为 生二开的事情 你一直在说 他跟你父母处得 不是特别好 是吧 他们有了二胎 你觉得还能 弥补他跟你父母的关系 是这意思吗 对 一件多雕 但是夫妻之间 达不成共识 这应该怎么办呢 这孩子 从外人的角度 你们怎么去帮他们 来认识这个问题呢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来吧 夏老师 要不要二胎这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这个 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 你现在你们家里面的 状态是不平衡的 就是你是一个 要往外逃的状态 你刚才自己说 你说一出差 人们特别高兴 对吧 这样的一个家 你都不想回 更何况有了二胎 又多添了一口人 你更不想回了 慢慢的你的身心 离这个家 就越来越远 要先让你怎么想 能回到这个家 回到这个家 你是开心的 再去打算 要不要二胎 首先你其实 对家庭的责任 没有尽到多少 因为家里面 所有一切 都有自己的父母操持 然后呢 孩子有自己妈妈 和媳妇管着 你其实什么都不管 我也不知道 你累在哪 所以如果你能 真的多分担一些 家里面的 家庭责任 然后呢 想办法让你们的 小家庭先独立出来 所有的事情 自己扛 不要都扔给父母 那我觉得 再去考虑 要不要二胎 如果你连 第一步基本的 你的小家庭 都独立不了 你自己撑不了这一切 你生孩子 是活给父母的 那我觉得 完全没必要二胎 累的最后是你爸妈 你不心疼你爸妈吗 还有 女孩子我想说的就是 不管怎么样 跟父母住在一起 不管你脾气好 或者不好 你不管是你爸妈 不管你 你从小可能养成 这样一个喜新 既然 结婚了 然后呢 跟公婆生活在一起 其实是 完全生活上 都依赖她 依赖自己的公公婆婆 他们对你来说 你应该是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当然有可能 两代之间的育儿问题 会有一些的 鸿沟 会有一些的障碍 但是你不应该 把这种鸿沟和障碍 当成你发脾气的 一个理由和借口 因为他们没有错 大家的初衷都是一样的 就是爱这个孩子 那是亲爷爷亲奶奶啊 能害孩子吗 对吧 所以 我觉得你也要多学会 理解和倾听 然后 想想怎么独立 怎么自主 再去想考虑二胎的问题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沙老师 来 宇东 我个人觉得 要二胎这件事情上 因为这也打到了我 我这个老大嘛 六岁 刚上小学 现在我周围 所有的人 都在问我一个话题 宇东你什么时候要二胎 我个人觉得 这个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资格 第二个是动静 reasonable 就说 我们真正在鱼 认识 那 我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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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